国际金融机构抗艾滋病费结核与虐极全球基金已经冻结支付总额数亿美元的补助款给中国 因为中共在管理所得补助款方面引发了争议 而且对不受它直接管辖的草根维权组织怀有敌意 全球基金几个星期前冻结对中国提供的用于抗击艾滋病结核和虐极等疾病的数亿美元 美国纽约时报5月20号报道说在去年11月间全球基金已经悄悄决定暂停从一项主要的艾滋病补助中拨款给中国 而这次的冻结主要是对中共政府缺乏对拨款的监管感到担忧 报道说全球基金去年底对中共政府接受拨款的审计显示 中共未能按照先前的承诺将得到的2亿8300万美元拨款 提供35%给基层的非政府组织抗击艾滋病 而据非政府组织全球基金观察发布的一份报告说 中共政府向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拨款不足11% 基层社区组织被排除在享受捐助之外 中共政府向来对任何不受直接管辖的草根公民社会团体都非常戒备 旅美著名中国艾滋病活动人士万言喊说 全球基金在中国7年来政府开始时不给民间钱 后来在向民间组织提供经费时采取了收买策略 听话了就给钱不听话就滚蛋 纽约时报的报道中还提到 新疆一个艾滋病权益组织负责人常坤说 他们这个艾滋病权益组织2005年仅得到3000美元 但这笔钱也因组织被当局解散而退还 他说全球基金拨款的一半以上 经常被政府官员或官办的非政府组织揣入口袋 另外河北省一个支持艾滋病人士团体的负责人申志奇表示 他支持全球基金冻结经费 因为他不想看到外界的善款落入贪腐的黑洞 从2003年以来 中国已经收到全球基金的拨款5亿3900万美元 另外有2亿9500万美元还在等待滑波 中国是继爱塞俄比亚印度和坦桑尼亚之后的第四大受援国 而中国对全球基金的捐款只有1600万美元 美国的捐款额为55亿美元 法国也给出了25亿美元 在此之前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19号发表一篇题为 中国的援助轨迹文章 文章质疑中共在耗巨资举办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会的同时 向全球基金申请巨额援助 使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无法得到应有的援助份额 据了解 这篇文章的作者杰克周 曾经在2001年至2003年期间 担任美国抗击全球艾滋病大使 是全球基金于2002年成立时 美国的主要谈判代表 新唐人记者上宴伯尼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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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